小柴 我是小柴 大家好 我是娃娃 欢迎来到小柴玩具屋 娃娃我考你的问题 你知不知道世界上有一种 屋子叫做树屋 树屋是在树上建的屋子吗 对 顾名思义呢 它在树柴里建的屋子 可是你住过吗 我建都没有建过 我只在电视上或者动画片里见过 但是现实生活中还没有见过 最近呢 猪一夜帮着小猪配给一家建造了一个非常神奇的树屋哦 我拿出来给你看一下 就是这个了 小朋友们可以看到这个树屋可不仅仅是只有屋子哦 它还有滑梯啊 甚至翘翘板 还有这样的秋天 非常非常好玩像游乐场一样的 然后呢 我们今天就和娃娃一起和小猪配给一家去的树屋体验一把好不好 我要开我要打开 我现在就要打开 我们打开吧 今天呢 小猪配给一家坐着漂亮的长篷游览车去他们神奇的树屋啦 乔治还穿了一件很特别的衣服 是一件蓝色的上面有白色的小花 还穿了一件蓝色的鞋子 鞋子 鞋鞋 到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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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吧小朋友们 爸爸爸爸 到底什么是树屋呀 这个树屋就是建造树上的屋子 嗯 但它不是拖坏树木呦 等到这个树长越来越大的时候 它就会和这个树屋融为一体嘛 就像这样 就像我们的树屋一样 那它长在树上里面肯定很凉快吧 那是呀 不过在以前的时候呢 树屋都是为了来躲避野兽的 哦 现在没有野兽 人们都会跑得上来乘凉度假休闲 哇 那里面肯定又凉快又漂亮 爸爸们赶紧上去吧 嗯 我来用这个升降的鞠签把你给拉上来 哦 后升降鞠签了 嗯 小姐上来吧 我来呢 爸爸我做好了 你你会把我摇上去吗 我这就把你给拉上来 哇 好刺激啊 哇 我飞上来了 下来吧 猪妈妈配鞋 我来把你们也拉上来 好哎 看上来了 好漂亮啊 这里 那我们赶紧进屋子里面看一看吧 好呀 赶紧去吧 哇 这里面好大呀 还有一个好大的餐厅哦 我们可以在里面吃饭 对呀 还可以在里面玩耍 好好玩啊 佩奇 乔治 这里面确实很大 还有一个很大的厨房 这样你们先去玩 我来给你们准备午餐吧 小智 佩奇 想不想玩滑梯啊 想啊想啊想啊 就是这个吗 对啊 那这这个看起来很陡的样子 很可怕吗 一点都不可怕 那我给你做个示范 嗯 我也要下去 上来吧 爸爸接着你 哇 哇 你滑的比爸爸要好 乔治也来喽 哇 乔治你踩到佩奇的脑袋了 乔治和佩奇发现这里还有翘翘板哦 乔治我们一起玩这个当鞦韆吧 这里还有一个轮胎一样的鞦韆哦 你来做这个 好好玩呢 在真正的树上荡鞦韆 可以荡的好高啊 小智和佩奇玩得特别的开心 猪妈妈的饭已经做好了 孩子们快上来吧 别玩了 午饭已经准备好了 好妈妈我们上来喽 所以呢 小猪佩奇一家就在这个特别凉爽又漂亮又好玩的树屋度过了特别开心的一天 我和娃娃也体验了一把树屋的神奇之处 小朋友们还喜欢我们这个小猪佩奇神奇的树屋吗 喜欢的话千万不要忘记订阅哦 我们每天会在爱奇艺上订阅我们的小朋友中 抽取一位幸运的小朋友 抽出一份神秘大礼哦 对啊 只要点击屏幕下方的加入就可以订阅我们了 点加入 然后我们今天依旧要开一份奖了 到底是哪一位幸运的小朋友会中奖呢 我来找一个 就找这个吧 叫做阳光心弦的一个小朋友 恭喜你哦 你获得的就是娃娃手中这个 爱吃球球的毛毛虫 玩球球 玩球球的毛毛虫 非常非常有意思哦 恭喜你哦 只要你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通过公众号联系我们 我们就会把它送给你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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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